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地区提供援助 其中还有一项条款将迫使TikTok在美国出售或被禁用 此前国会两党就外援法案已经争论了数月 该法案的通过是总统拜登、国会民主党人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迈康奈尔的一次重大胜利 参议院在周二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众议院上周六通过的四项法案 这四项法案在参议院被合并为一揽子法案 拜登在签字之后说 美国将在数小时之内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该法案将众议院在周六会议上分别投票通过的四项法案合并在一起 为乌克兰提供近610亿美元的援助 为以色列提供超过260亿美元的援助 为印太地区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援助 前三项法案与参议院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一揽子法案非常相似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最初拒绝将该法案提交众议院 第四项法案增加了对俄罗斯资产的制裁 并包含可能导致TikTok在美国被禁的条款 它给了其中国母公司这节跳动大约9个月的时间来出售TikTok 否则将在全美范围内面临禁令 这个最后期限远在2024年大选之后 一些美国议员担心中国利用这个应用来干预选举 一名熟悉TikTok想法的人系指出 北京不会允许字节跳动出售TikTok 以免TikTok的算法和数据落入美国人的手中 针对美国批准对台军员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 周三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他指出美国国会有关议案塞入涉台内容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同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美方 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继续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乘机抵达上海 开始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访华 以两国领导人去年秋天在加州做出的承诺为基础 布林肯此次访问旨在推动在关键议题上的进展 从美国启程时 布林肯在X上说 本周我前往上海和北京密集进行面对面外交活动 我们持续的直接的往来 对于在对美国人民和世界最重要的议题上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X上说 布林肯国务卿欢迎再次来到中国 美国驻华使团的同事们和我期待您对上海和北京的访问 据微博网友环亚SYHP发布的消息 布林肯周三抵达上海之后到访了预员 并观看了一场CBA篮球比赛 来关注劳工方面的消息 拜登政府周二公布了一项规定 将强制加班工资范围扩大到约400万劳工 这比奥巴马时代在法庭上被推翻的规定还要更进一步 劳工部的规定将要求雇主向周薪低于1128元 即年薪约5.86万的劳工 在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时支付加班费 目前的规则由川普政府在2020年制定 设定了年薪约3.55万元的工资门槛 劳工权益倡导者和许多民主党人表示 这一门槛还不够 该规则不影响按小时记筹的劳工的加班费要求 根据该规定工资门槛将于7月1号提高至43888元 并于2025年1月1号提高至58656元 从2027年开始该门槛将每三年自动提高一次 以反映平均收入的变化 根据工资法的要求 当符合条件的劳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时 雇主应向其支付正常工资一倍半的工资 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该规定确保劳工要么赚更多的钱 要么在工作时间更少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报酬 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 劳工部曾将工资门槛提高了一倍 达到约4.7万元 但第二年 德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表示上限太高 可能会囊括一些不受加班工资保护的管理人员 并否决了这一上限 新的规定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法律挑战 因为该规定与奥巴马政府的规定一样 适用于许多通常没有加班费资格的低薪主管和专业人员 这违反了联邦工资法 许多主要商业团体呼吁商务部推迟对加班工资规定的任何修改 理由是通货膨胀 全球供应链中断和劳工短缺 导致公司运营成本的上升 欲才夏令营位于状元学区卑赛 英术才艺样样有科技前沿 好成才 请到欲才学校来 美国中文电视正在招聘有经验的新闻导播 工作地点在纽约市 招聘职位的要求请看屏幕上面的信息 更多详情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屏幕上的邮箱 请注明Job Code 来关注一级案件的审判 周二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名前华裔研究员 被判处35年的刑期 罪名是在康州街道上 枪杀一名伊鲁大学华裔研究生 33岁的潘秦轩在纽黑文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上道歉 法庭上坐满了受害者蒋凯文的亲友 潘秦轩说道 我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和所有受影响的人感到抱歉 我完全接受对我的处罚 潘秦轩面临最高35年的监禁 并于周二被判处全部刑期 没有假释或缓刑 2021年2月6号 牛黑文警方在耶鲁校园附近的城市街道上 发现了身中多枪的蒋凯文 他随后被宣布死亡 历时三个月的大规模搜捕之后 潘秦轩在阿拉巴马州落网 并被引渡回康州受审 此后两年里 他一直坚称自己清白 但在2月份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 潘秦轩的袭击动机从未查明 但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发现潘秦轩和蒋凯文的未婚妻 在社交媒体上有联系 两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相识 枪击发生时 潘秦轩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 根据文件讲的未婚妻告诉警方 他和潘秦轩从未交往或者是有过性关系 他们只是朋友 但他确实感觉到潘在那段时间对他感兴趣 枪击案发生之后 潘秦轩逃离现场躲避警方追捕长达三个月 最终在阿拉巴马州被捕 当地官员说他以假名生活携带1.9万元的现金 一本护照和几部手机 来关注一起惊悚的事件 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视门铃拍摄的画面显示 一名惊恐的女子站在一个陌生人的前门请求帮助 就在那一刻 一名大胡子男子捉现并将他绑架 来看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晚 一名女子突然出现在俄勒冈州的一处民宅前的可视门铃前呼喊求救 视频显示 这名女子一边疯狂地敲打前门 一边尖叫着呼救 这时突然一名男子出现在女子身后 一把抓住该女子 最后这名男子将女子带进了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白色皮卡上 而涉事的民宅的房主称 在事发当晚 他与自己的母亲都没有听到该女子的呼救 只有自己的母亲听到了敲门声 之后他们在查看可视门铃拍摄的画面后决定报警 屋主还表示他并不认识出现在大门前的一男一女 警方周二已宣布 这名女子已被安全找到 而视频中的男子于周二凌晨被逮捕 并被控绑架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嫌疑人和受害者彼此认识 这不是一起随机袭击 来关注收入方面的消息 虽然很多人自诩为中产阶级 但每个州收入标准不同 很难做出判断 个人理财网站 Smart Asset近日推出了一份报告 揭示各地区中产阶级的标准 这份报告回顾了人口普查局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已确定在所有50个州和全美345个最大城市当中 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条件 这项分析使用了皮尤研究中心对中等收入的定义 即中产阶级的工资范围是该地区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到两倍 截止到2022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 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数为73,914元 这意味着全国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约为49,271元至147,828元 Smart Asset表示 在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在51,558元到154,590元之间 根据你所住的地方 这个范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报告 新泽西州中产阶级收入范围最大 最低和最高收入差距高达128,468元 在该州你的家庭收入至少需要64,224元才能被认为是中产阶级 收入超过19万2,692元才会被认为是上层阶级 除了新泽西州在俄勒冈州 伊州 纽约 罗德岛 特拉华 明尼苏达 维基尼亚 阿拉斯加 康州 犹他 克罗拉多 新罕布什尔 华盛顿 加州 夏威夷 麻州和马里兰州 你的家庭年收入至少要达到5万元才能被认定为是中产阶级 其中纽约州的中产收入范围在53033元到159114元之间 而加州中产阶级的范围在61028元和183102元之间 分裂榜单的第五和第16位 圣河塞西北的湾区城市桑尼维尔的中产阶级群体是全美最富有的 你需要至少11万3176元的家庭收入才能成为中等收入 而要基深上流社会smart asset认为 你至少需要339562元的薪水 在纽约市中产的收入标准为年收入在49791元和149388元之间 另一方面报告发现收入标准最低的大城市是底特律 在那里年收入仅24300元就可以成为中产阶级 紧随其后的是俄亥俄州克里夫兰 中产阶级最低标准为24898元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欲卫生行美国花旗生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陆陆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